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燃油温度传感器A电路故障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日产,福特、菲亚特、雪佛兰、梅塞德斯、道奇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如果您配备OBDR的车辆已存储代码P0180,它仅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从燃油温度传感器、柔性燃油传感器或电路A检测到不在编程范围内的电压信号。 A是指与特定电路或组件相对的电路区域。 燃料温度传感器通常集成在称为燃料成分传感器的单个外壳中与弹性燃料传感器一起。 它实际上是一种小型计算机设备,旨在为PCM提供准确的燃油成分和燃油温度读数。 监控通过在线传感器的燃料,已确定存在多少程度的乙醇、水和其他污染物。 燃油成分传感器计算燃油成分和燃油温度,并向PCM输入电信号。 该电信号不仅反映存在的污染物,还反映燃油受到污染的程度。 根据污染物占燃料的百分比来测量污染物,并由PCM作为电压方波接收。 波形图的频率根据燃料中污染物的程度而变化。 波形频率越近,燃油污染程度越高。 这构成了波形的垂直部分。 燃料成分传感器与其他污染物分开监控燃料中存在的乙醇量。 当燃料成分含量高达85%的乙醇时,弹性燃料车的设计可使其高效运行。 波形的水平部分或脉冲宽度只是燃料温度。 脉冲宽度速度越大,通过燃料成分传感器的燃料温度越高。 脉冲宽度调制,在大多数应用中,在1毫秒到5毫秒,1%秒,之间变化。 如果PCM检测到来自燃油成分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表明燃油温度不在设定范围内,或者燃油温度与环境温度。 某些型号的进气温度相比变化幅度超出预期,P0180代码将被存储,并且故障指示灯。 Mail可能会点亮。 某些型号可能需要多次点火循环,出现故障,才能进行Mail照明。 不同燃料温度传感器的照片,代码严重性和症状PCM监视燃料温度以计算弹性燃料汽车的燃料输送策略,因此应将代码P0180视为严格。 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存储P0180的条件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可能会出现其他燃料成分代码,最终会出现Mail照明。 原因设置此代码的潜在原因是,燃料温度,消耗传感器不良。 A 环境温度传感器不良进气温度传感器故障接线或连接器开路,短路或损坏PCM或PCM编程错误诊断和维修程序好的出发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为了诊断代码P0180,我通常可以使用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试播器、红外温度计和车辆信息源,例如Audetta DIY。 有些扫描仪具有DVAM和内置的便携式试播器。 在这种情况下将为您提供良好的服务。 我希望通过对所有相关的线述和连接器进行目视检查来开始任何诊断。 根据需要维修或更换损坏或烧毁的组件,然后重新测试系统。 当MIR照明需要多个故障周期时,我发现使用OBD-2准备模式会有所帮助。 完成维修后,我会清除代码并正常操作车辆。 如果PCM进入就绪模式,我知道维修成功。 如果代码被重置,我知道故障仍然存在。 通常为燃料温度传感器集成到燃料成分传感器中提供5V参考电压和接地。 可变电阻传感器完成电路。 使用DVAM测试燃油温度传感器连接器上的参考电压和接地。 如果不存在参考电压,请使用DVAM测试PCM连接器上的相应电路。 如果PCM连接器上有参考电压信号,请根据需要维修开路。 注意,请参阅页面底部有关断开控制器连接的说明。 如果PCM连接器上没有参考电压,则怀疑PCM有故障或编程错误。 PCM更换或重新编程将需要专业的帮助。 如果没有燃油温度传感器接地,请使用车辆信息源并找到合适的接地以确保牢固。 如果在燃油温度传感器A的连接器上存在参考和接地,则将试波器的测试线连接到适当的电路,并以波形图的形式观察实时数据。 使用红外温度计测量实际燃料温度,并将其与试波器波形图所反映的温度进行比较。 如果燃油温度传感器反射的燃油温度与温度计的温度不一致,则怀疑燃油温度传感器有故障。 其他诊断注释,根据制造商的建议,使用DVAM测试燃油温度传感器的电阻,然后使用DVAM测试电路电阻,然后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